沙特明确表示支持巴勒斯坦 这话让美国人一下就难堪了 也让以色列人难办了 哈马斯这次袭击以色列 以色列随后就正式宣战 动员了30万预备役 按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乎的说法 是要彻底解决哈马斯的危险 巴以冲突 眼看着就要大打出手 这个时候各方的表态就显得特别关键 美国当然支持以色列了 航母都已经派过来了 又把第一批武器装备和物资弹药 给以色列援助过来了 但以色列能不能放开手脚 肆无忌惮的进攻哈马斯 不仅需要美国的援助 还得看看阿拉伯世界的反应 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沙特阿拉伯王储坚首相 穆海默德·本萨拉曼 他公开表谈 他跟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通了个电话 电话里他明确表示 将支持巴勒斯坦人实现其合法权力 阿拉伯国家在巴以冲突的问题上 一直分为两派 一派比较强硬 坚决支持巴勒斯坦 支持哈马斯等这些武装组织 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 这些国家主要是包括伊朗 伊拉克 约旦 叙利亚等 另外一派就相对中立一些 主要是沙特 埃及 卡塔尔等 这回沙特王储坚首相的这番表态 更是给那些比较中立的 温和的阿拉伯国家给带了一个头 就在这一轮哈马斯 袭击以色列的事件爆发之后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跟沙特的外交大臣费萨尔 还通了一个电话进行交谈 希望沙特能明确带个头表态 谴责哈马斯 当然这话布林肯 也跟其他的几个阿拉伯国家也说了 可是没想到沙特人 不仅没有按照美国人的意思办 而且还公开表态 现在要支持巴勒斯坦 虽然说沙特首相兼王储 这回不是直接跟哈马斯的领导人同话 也没有直接说支持哈马斯 但是是明确表态支持巴勒斯坦 如果以色列真的按照他现在所说的 动员了30万部队 要对哈马斯赶尽杀绝 那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 这种断水断电断燃料 按照以色列的这个做法的话 就是彻底封锁 对巴勒斯坦要赶尽杀绝 肯定也是沙特所代表的这些 目前还相对中立的阿拉伯国家的 坚决反对 沙特首相兼王储 在电话里已经明确说了 反对以平民为攻击目标 这一方面是希望巴勒斯坦方面 包括哈马斯以后不要再攻击以色列的平民 也是跟以色列说的话 就是明确反对 你以色列军队不要借此机会 也对巴勒斯坦平民在下狠手 如果以色列人执意借机大打出手 那包括像沙特埃及等国 目前还相对中立的阿拉伯国家 或许会改变现有的政策 那一旦这样整个阿拉伯世界又会重新团结起来 这个可是以色列人受不了的 也是目前以色列人非常难办的一件事 在这边的阿拉伯世界又会重新团结起来 这边的阿拉伯世界又会重新团结起来